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这一幕 说实话 第一个浮现在我脑海中的画面是另外一个人 李鸿章 他是近代史上在谈判桌上不知签订了多少丧权辱国的条约 那时候的他 何曾想过一百多年后 中国人与外国人在谈判桌上能够如此的有底气 这事如果让他老爷子知道的话 估计能安心的长眠于地下了 众所周知 近代史的中国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 英国还能以他们是商人讨回公道来解释 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 完全就是以趁你病要你命的节奏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各国列强肆意分割占领中国的土地 北方被占领150万平方公里 这还不满足 时时刻刻想着把新疆 蒙古 满洲占了 从上海到武汉的各种租界 租界公园内贴着华人域不得入内 山东被德国化作势力范围 法国占了原朝共体系下的越南 日本占了台湾和朝鲜半岛 英国占了香港 每一寸土地的侵占 让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充斥在黑暗的曙光下 回首往事 今天的中国人能够不被压迫 今天的中国人能蒸蒸日上 不是侵略着大发慈悲 而是自1840年以来 无数中国人反抗侵略 反对不公 奋起斗争 努力建设所取来的 那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件震惊世界的银河号事件 是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 最具强盗性质的案件 谎称中国银河号货轮 向伊朗运送危险化学雾气为由 强行扣押船只 公然不顾一个主权国家的尊严 肆意检查 美国这个国家就是闲不住 看你哪个国家不爽 就知道一个事出来 中国有句古话 世上本无事 何必自扰之 但对于美国来说 世上本无事 那就掀它个万兆狂澜 就像当年入侵阿富汗时候 以洗衣液为原料 诬陷阿富汗隐藏化学武器 最后造成这个国家长达十年的动乱 那美国这次大兵压境 强盗性的肆意扣押中国船只的案件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随着时间的轨道回到1993年的7月7号这天 中国银河号货轮从天津新港出发 该船按寂静的航线 先后挂靠上海 香港 新加坡 雅加达等地 然后载着782个集装箱的货物石像迪拜 达曼和科威特 可是16天之后 也就是7月23日 美国大使馆却紧急召会中国外交部 悍然要求银河号停航 或由美国人登船检查货物 再或者停留在某个地方 听后美国发落 他们说 美方从中央情报局获得确切的情报 中国银河号货轮载有化学武器原料 刘二甘纯和亚流先路运往中东地区 美国政府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 制止这一出口行动 否则美国将按自己国内的法律对中国实施制裁 中国外交部对美国大使馆的无理要求 自然一口拒绝 就在美国大使馆无理要求遭到抵制的时候 那所远离祖国的银河巨轮正孤独地行驶在阿曼海湾中 8月2日上午八时许 银河号船长张如德正在聚精会神地驾驶着巨轮 先是一架美军军用的黑鹰直升飞机 飞到银河号上空一个就了拍摄 严重干扰了银河号的正常航响 随后美国突然切断GPS定位系统 大家都知道GPS全球定位系统隶属于美国 我们当时的条件根本没有能力造出自己国家的定位系统 拿现在的话说 我家里没有了 就只能去别的地方买 这一买就受到别人的约束 哪天人家心情不好了 不给你用了也是正常 所以我国的船只只能被迫停船 更为严重的是 美方还向银河号货船预定停靠的港口 所在国散发错误的情报 并据此要求这些国家阻止银河号 或者按照既定的计划 驶进迪拜 科曼 科威特等港口 接下来 中午12时30分左右 银河号的右前方出现了美军一艘舰号尾61的大盾型巡洋舰 迫使银河号停止航行 并接受美国方面的检查 在美国军舰的迫使之下 在霍尔木兹海峡东口十多海外英里的公海上 驱入的停了下来 银河号是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的万盾级集装相船 总公司方面为了用事实向国际社会说明真相 并尽快地解决银河号宿主的问题 避免获主蒙受更严重的损失 中国政府依然同意接受检查 但接受检查的同时 中国政府也提出了一点要求 那就是这次检查 必须由中国代表 第三方国家代表沙特一道执行 8月28日上午9时20分 沙方检查组7人和美方检查组10人登上了银河号检查 美方人员精锐尽出 既有化学专家 又有防暴专家 还有海运专家 他们的领队便是美驻沙特使馆的马克优姆 很显然 美方志在必得一定要找出违禁物品 现中国于不利的境地 按化学专家介绍 刘尔甘传为糖浆状无色透明的液体 主要用于制造防腐剂 沙虫剂 除草剂 和棉织物燃料剂 圆珠笔油 亚流纤绿式无色或者淡黄色液体 大多用于有机合成 燃料 农药等 曾有国家将这两种化学物品用于军事目的 例如制成了戒子器等化学武器 1993年1月签署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规定 对这两种化学品的转让应受到控制 而据中国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中国政府早在1990年就制定了禁止和限制的措施 因此 所谓大批量的硫二甘纯和亚流纤路 根本不可能出现在银河号货船上 沙祖康是当时我国指派前往处理 银河号事件的中方代表 外交部国务司清朝而出 来给他送行 这种场面前所未有 回忆这一幕 沙祖康记忆犹新 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就是 风潇潇西易水寒 壮世一去西不复返 很悲壮的节奏 他还说 银河号事件是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 中美作为两个安立会常任理事国 而且都是有核武器的国家 如果处理不当 很可能出现核武冲突 当时这个事情因为闹大了 国际上也都知道 外界普遍认为 这是美国奉行霸权主义的背景下 两个军事大国之间一次直接的较量 如果矛盾激化 后果不堪设想 负责处理此事的沙祖康 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沙祖康说 在当时的情况下别无选择 如果你拒绝 他就会说 果然给我说中了吧 船上肯定有 或者你就乖乖的滚回去 那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两害相权取其轻 沙祖康以此来形容当时的决定 拒绝 窝囊 我们都要背黑锅 让他们去查 某种程度上我们受到了侮辱 也窝囊 但是两个窝囊当中选择第二个 等这个事情的真相查明了 没有违禁化学武器 那窝囊的就是他们 看到美国老吴是国际法和中国的尊严 就要登上银河号的甲板 沙祖康感到无比的羞耻和愤怒 他集合了全体的中国船员 以最庄严的神态 面向祖国的方向高喊 敬礼 然后将下半起 他要时刻提醒所有船员 拥有国家主权的银河号 被强盗践踏的侮辱和疼痛 据沙祖康回忆 凭良心讲 我当时很痛苦 你登上我的船 每走一步都踩在我的心上 很难受 我没有请你上来 我船上也没有那两种化学物品 你凭什么这样遭见我们的声誉 我当时感受到了侮辱 窝囊透了 此后 美国老又接连打开了 23个运往伊朗的集装箱 里面装的出了 中国早在北京告诫 美国使馆的文具 美国人盼望已久的 两种化学物品 刘二甘纯和亚流线路 都没有出现 面对眼前的结果 美方专家开始不知所措 为了证明自己情报的正确 他们提出了扩大检查范围 对由香港转口运往伊朗的 6箱集装箱进行了检查 以沙特技术顾问身份 参加检查的美方检查人员 不顾自己的身份亲自翻箱倒柜 结果仍然一无所获 9月4日 银河号货船上第782个 也就是最后一个货箱被检查完毕 对这个货箱的检查结果 与前面781个货箱完全一样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违禁化学物品 中方检查组的领导等美方检查完毕 他从容的取出皮包 然后从里面拿出自己早已准备好的报告 那份报告中写着 经三方检查 表明银河号上没有亚硫鲜溜和硫耳干纯这两项化学品 马克优姆看完报告 他愤怒的说道 你这个报告我需要修改一下 马克优姆并没有想耍赖 他是想把中方拟好的一段话 最后改成了经彻底的核查 断然的表明 根本没有 马克优姆身为外交官 而中央情报局却用错误的情报 狠狠地戏弄了他 也激怒了他 事后根据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二把手 因为银河号事件报道有误 因被撤职回家了 8月31号下午13时4分 中沙美三方在检查银河号全部货物的检查报告上签字 共同确定银河号并没有运在 硫耳干纯和亚硫鲜路两种化学物品 同时美国政府也不得不做出赔偿我国银河号正常航行 所造成的延期交货的罚款 以及其他一切经济损失 1042万美元 9月24日零时25分 历经艰辛的银河号缓缓拾进天津新港 返回到祖国的怀抱 从而 位置上以银河号为界 历史两个月的中美之争 画上了一个令中国人理直气壮的句号 银河号事件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 很多国人对中国政府当时的做法不理解 认为中国海军可以派军舰到阿曼海湾 为银河号护航 并阻止美国人登上银河号 可那是90年代 我们不像现在随便就能拍出 红海行动那样的海军大片 在亚丁湾也不像现在有常态化的海军编队存在 虽然三方小组公布真相大白与天下 也洗漱了被泼的脏水 但让每个中国人都感到十分的憋屈 因为强大所以打你没商量 因为弱小所以挨住没处说 这就是看似和平 其实波涛熊荣的生存法 以前在古代 成吉思汗敢于西征统一欧洲 靠的不仅仅是勇气 必须还有强悍的军事实力 从古至今 军事这个词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人们的视野 军事虽然是战争的代表 但也是和平的门位 许多人认为强大了就不需要军事了 弱小了 在和平的环境下也不该发展军事 但是强大之所以强大 还是因为有底气 军事也强大 弱小之所以弱小 是因为即使在和平的环境下 依然任人宰伤 银河号事件中 因美国曾关掉船上的GPS导航 货船无法定位逃脱 反倒激励了我国在2020年成功的建造了北斗卫星 使我国航天技术不再数字以为 如今中国的外交官面对他国的进犯 言此犀利的反驳 无需向过去要靠基本的人道主义商讨才能争取来 对于那些强权主义国家提出的要求 我们也可以说不 从过去的驱逐历史我们得出结论 想要和霸权主义的强盗打架道 我们必须要比他们还硬 帝国主义很傲慢 凡是不讲理的地方 绝对不讲理 凡是能讲理的地方 那也是被迫不得已了 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中国人的骨气一直都在 尽管中国现在每向前走一步 还是得到西方国家的阻碍 如同在刀尖上行走 但我们振兴中华的雄心是不可阻碍的 如今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 让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挺直的腰板 这样的结果是多少先被用汗水和鲜血换来的 是他们把黑暗挡在了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是他们让我们可以肆意的在阳光下奔跑 祖国的强大 让我们身处世界的每一个地方 都可以自信的说 我是一名中国人 刘新人 无心红 金方 佳遥 少女歌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